现在我们来学习应用层协议的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协议 这个协议大家用的最多 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 我们都会习惯性的在前面写上HTT 冒号写上域名 911it.com 这个HTT就代表了 我访问这个网站 用这个协议来访问 那么在这里边 在讲这个协议之前 我先给大家讲讲 为什么这个网站 它称为3W 它的来历是什么 互联网上的这些网站 它称为万维网 它的这个英文单词 是World Wide Web 世界范围的Web 就是网站 全球的这些网站 它认为是一个整体 全球的3W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那个图 为什么说互联网 这些网站 大家都喜欢给3W 这样的名称 那是因为这些网站 它们之间通过这个URL 就是统一私园定位 相互的可以进行关联 来查找 咱们看这 这有一个网站A 这有网站B 这有网站C 网站D 比方说这是搜狐 这是银河 这是新浪 这是什么感激网等等 想说他们 这是一个一个的网站 这些网站 我这个用户访问的时候 通过访问这个网站 输入HTTP 输入这个网址 访问这个网站 打开这个网站之后 一点 这个网页里边呢 还有超连接 那么这个连接 连接到的这个网址 这个内容 它有可能是本网站的网页 也可能是另外一个网站上的网页 这个时候呢 我就连到这来了 这个上面有的超连接 有些 有些这个连接一连 它可能呢 把我定位到这来了 所以说 全球的这些网站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服务 它是一个分布式服务 大家可以相互的连接到 如果你这个网站 没有在别的外部站台上有连接 那么这些用户在访问的时候呢 只能是通过网址输入域名来访问到你 成了孤家寡人 你也找不到我 我也不连别人 别人也不连我 都没超连接 那就只能自己通过网址来找到它了 那么互联网上这么多的网站 内容非常的散乱 那么对于我网民来说 怎么访问呢 比方说 这个人 怎么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呢 比方说我是个球迷 我想看世界杯 和关心世界杯的这个 这些相关的信息 这个时候 就需要有导航网页了 比较早的导航网页啊 刚刚出现网络的时候 那些网吧的人 装完机器之后 打开浏览器 就会自动有一个好123这样的网站 http3w.123.com 通过好 假如说这个就是好123这个网站 通过好123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把这些互联网上的网站进行了归类 进行了归类 我们这些网民可以通过这个网页找到我们感兴趣的那些网站 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站呢 进当做一个访问互联网的一个入口 啊 访问 找到我们想想要的这些信息的一个入口 这是一个信息归类汇总的一个网站 这是当年比较早的啊 这种情况 现在大家查资料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想找到自己关心的那个有关键字的那些技术文文档或者资料 这个时候通过这个这个样的网站是满足不了要求了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到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了 3W 点百度点看 这个百度公司 他有 他把这个全球这些域名那些网站都抓下来 放到他本地进行排序搜索 进行排序 我们这些人要想查到自己相关的那些想要的那些资料的话 访问这个百度 百度呢就会找到那些 有满足我这个查找的那些网页 满足我的关键字查找关键字的那些网页 然后一点连接就连到这些网站上了 所以说现在百度就成了我们搜索互联网资源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站了 以前谷歌和百度还并驾齐驱 现在谷歌公司退出中国市场 那么我们查资料基本上也都依赖于百度了 这是跟大家说的 为什么网站都用3W这样来标识 为什么我们需要百度和好123这样的网站来访问 来查到我们想象的资源 现在大家知道了 为什么这些网站 它的名称大家都习惯给3W了 那么我们看 和这个网站相关的一些概念 和万维网相关的一些概念 浏览器 有很多 我这是谷歌浏览器 当然还有360浏览器 还有IE浏览器 这浏览器很多 它都是网站的客户端 服务器程序呢 也就是说做网站都有哪些程序可以做网站呢 我们的2003的server 2008的server 它们都可以安装IIS服务 InternetSync服务 然后我们把网站呢 付出到这些服务器上 那么万维网服务器呢 其实就是运行这些网站的这些硬件 我们称为万维网服务器 那么什么叫做页面呢 我们一个网站里边有很多页面 一组页面组成一个网站 那么我让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 为什么说一个网站是有一组页面组成的 我这是911T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页面 我点就业职位 大家注意看 这又跳转到这个页面 那么点我的学生 大家注意看 他又跳转到这个页面了 也就是我这个主要学生的这个网站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几个竞财页面 HTML的竞财页面 就组建了一个竞财网站 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叫做统一资源定位服 URL 什么叫URL呢 在互联网上定位资源的时候 从一个网站一点连接 就能连到互联网上的另外一个网站 连到另外一个网站的网页 或者图片 等等 这个呢 都叫URL 那么URL的格式是什么呢 这是协议 大家看 前面是协议 网号法杰杆 主机端口和路径 这叫URL 比方说 这个网站 比方说 这个URL我们看 我们点这个 点新浪 点百度贴吧 点什么三种搜索 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属性 这就是它的URL 一个超连接的这个URL 大家注意看 连到这儿了吧 点团购 这就是URL 连到这儿来了 我们通过这儿 可以看到 这些地址 URL是不是都带着 协议 和 域名 后边呢 没带端口 因为它是使用的默认端口 我不用带了 如果不是使用默认端口呢 还需要写上默认端口 然后后边要写上路径 我们看我这个914T这个网站 我这是评价 我在这儿呢 可以写上HCP 也可以不写 这个谷歌浏览器 好像HCP都被取消了 当然我们在这儿呢 这个 3600论乱 3600论乱器的HCP 都没有取消 我们看 这就是一个网页嘛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URL 这个端口呢 没有写 当然我们也可以写 我们可以写上冒号80 因为它是默认端口 所以说写不写都可以 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来讲 如何在一台计算机上 安装外边服务 创建外边沾点 把网页呢 给屋属上去 现在这个呀 我想让它成为一个 网站 大家看看 怎么来做 需要我在这儿 添加 删除程序 添加删除温度组件 这有应用程序服务器 我在这儿选上 如果我的网站 是ASP.NET开发的 那你要选上它 如果这个网站呢 就是静态页面 你就 就选这个就行了 如果你的网站是ASP写的 你要把这些都选上 反正我这个网站呢 也就 也就是静态页面 所以说 我就选这些就行 然后点下一步 刚才做安装FTB的时候呢 没有安装这个 Web这个服务 安装完之后 大家看 这个管理工具 里边这个服务 它就会多出一个服务来 完成 安装完之后 NF5刷一下 咱们找找这个Web服务 这个 它叫做World Wide Web Publishing Service 装了这个服务 你的计算机 才能作为Web站点 现在我打开信息管理 那么 这个网站 咱们看 这是一个默认网站 这个默认网站呢 我删掉 要建我自己的网站了 我的网站 要想放到 C盘根目录下 我就写上 这是我的9141T网站 建个文件写 我这个网站呢 确实 在我这 有 有几个网页 我把它 我把它复制下来 把这个网页的HTML和这些网页里边的一些图片 这些图片都在这个文件夹里边 我Ctrl C一下 然后呢 我不知道 这里边来 Kincho V 我说了 这个网站就是一组网页嘛 好 这些网页过来了 我就 把这个网站 创建 我的网站 这个网站的名称呢 我就叫 914IT IT地址呢 让它使用 所有未分配的 端口是80 这个主机头呢 是域名 是域名 如果我这个网站 想让大家用域名访问 你可以在这写上 一个域名 我不写这个 可以使用IP地址和域名 都可以访问 然后点下一步 你这个网站的路径在哪呢 是C 要学T 允许你里面访问 点下一步 点下一步 完成 创建了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这么多网页 那别人访问的时候呢 默认那个首页是谁呢 我给它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我配置一下 这个网站的首页 各位要学习的话 需要这个网站的网页 你可以找我要 然后那过来之后 大家可以做做练习 把它上移 这个首页 可以 有多个 优先找第一个 现在我就让它指定这一个了 然后点确定 我们看看这个网站能不能访问呢 输入网址 htt 写上 192.168.80.66 走 还真能访问 这个图片呢 正在下载 好 这个网站呢 我没有在这写首页的那个网页的名称 因为我设了默认的那个网页 那么一访问 它就直接给我找第一页了 如果我想访问这个网页 比方说报名.html 我想访问另外一个网页 我可以在这直接写这个网页的名称 报名.html 通过 通过写上网 通过写上 这个 ip地址 和网页的名称 来访问到这个网页 这个就是一个url 有的学生说了 老师我想用域名来访问 怎么办呢 那你要配dns了 看这个里边有没有dns 没有的话 装一下 给它装上dns服务 让这台计算机的dns指向它 使用这个dns找到这个网站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创建的网站 也可以用域名来访问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一下 域名解析 使用哪个dns 我现在就让它使用这个dns 补起来解析名称 改成66了 这台计算机 装上dns了 我在dns上添加主机记录 添加dns 这个计算机如果现在 平3w.91学习记的话 它解析到的是 internet上的我的那个 小学习记这个网站 这样吧 我现在平的小学习记的网站 没有解析出来 我现在这样 我这个网站呢 想让我这个xc呢 使用3w.abc来访问 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在这个dns上 创建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就叫做abc 你不能创建3w.abc.com 你就创建abc.com 你创建这个域名就行 创建完这个域名之后 你在这呢 再添加主机 写上3w 写上地址 就是192.168.80.66 写上这个网站的地址 现在就是它自己 然后点添加主机 那么我这台计算机 现在ping3w.abc.com 大家看能解析出地址了 我现在使用这个域名 能访问这个网站吗 试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 我使用3w.abc.com 也能访问这个网站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这个域名 能够解析出这个网站的网址来 就可以 这是跟大家说的 这个 如何使用域名来访问这个网站 也让大家看了一下 我如何 我如何 在这台计算机上 创建一个网站 指定网站的 首页 然后配置DNS 通过域名来制造这个网站 使用域名来访问这个网站 就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想想 我这个网站啊 我这一个服务器 有可能放 五家公司的网站 那么大家都用 同一个APP地址 都用80端口 那怎么区分呢 这就是网站标识的问题了 我在这台计算机上 再创建一个网站 假如说是 百度 我在这台计算机上 访问百度 并存为 把百度网页存下来 我就有了一个网页了 然后我在这再创建一个网站 新建网站 百度点看 这个网站就叫百度网 这个地址是未分配80端口 然后再下一步 路径呢 就是这个百度 下一步 完成 这个网站 大家注意看 创建完了之后 它就是一个停止状态 启动的话 它说 IS不能启动站点 另一个站点 可能已经使用端口了 就是端口冲突了 我一台计算机 我一个服务器 它就一个IP地址 端口的这网站 端口都是80端口 客户端问我的时候 目标IP地址是这个 目标端口是这个 我怎么知道 你是访问这个网站 还是访问这个网站 就没法区分了 那么大家想想 怎么区分呢 我们可以 使用不同的端口来区分 那这个80 这个是81 大家看 可以吗 启动 那就可以 这个百度 这个网页 反创罚了之后 我在这 重命名 Ctrl C一下 在这 设置一下 它的首页 文档 这来指定首页 把这个加过来 上移 这些没用的 可以删掉 点击用 也确定 那么 我在这个网站这 输入 19266 冒号 81 走 能访问百度吧 能访问这网页 它可以啊 这一个服务器上 有不同网站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端口来区分 这个网站用80 这个网站用81 在黑语网站用82 也可以啊 也就是说 在这呢 给大家讲 网站的标识 可以是不同端口 用不同端口来区分 当然 有人说 我这个用81这个 太不符合我这个公司的 习惯了 别人访问网站都不习惯 都不习惯用81这个端口 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种方法 你给你的服务器 再加一个地址 192.168.80.77 再加一个地址 这样的话呢 你的网站就两地址了 66和77 那你可以让这个 这个网站呢 使用77这个地址 80端口 这个网站呢 让它使用66这个地址和端口 这样的话呢 也能区分 大家看 我用66访问的是这个网站 我用77访问的是 我用77访问的是百度这个网站 也就是说 我这个服务器上的网站 可以有用端口来区分 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地址来区分 这就是网站的标识 那么还有 有的学生说 老师我这个网站啊 我这个服务器 就一个公网地址 还就是 大家都用80端口 那怎么办 那就用玉瓶来区分 那就使用不同的主机图来区分 这就要求 这个网站 现在呢 我给它规定一下 这个网站 它使用66这个地址 别人访问的时候 必须使用 主要学IT 3w.abc.com来访问 这叫主机头 也就是域名 现在啊 这个网站就不能用IP地址访问了 因为它指定了主机头 如果这个网站 还想让别人使用别的域名 别的域名来访问 讲说 3w.好点看 这一个网站 可以访定多个域名 地址呢 都使用66 然后点确定 点确定 那么我这个百度这个网站呢 我给它指定一个域名 也让它使用66这个地址 域名呢 3w.搜点卡 搜点卡 这两个网站停止启动都没事 钻口它也不报 钻口冲突 因为给它们指了不同的主机头 它就能够启动起来 不冲突啊 钻口冲突也没事 主机头不一样 现在我想让别人用不同的域名 访问到这两个网站 我还要配合一下DNS 那我需要在这里边呢 再建一个区域 叫做搜点卡 再建一个区域 叫做好点卡 那么 在这里边加主机记录 3w 地址是谁呢 192.168.80.66 写上这个网站的地址 在这呢 也加乔记录 3w.192.168.80.66 指向了 同一个 IP地址 这三个域名 指向了同一个IP地址 那么我这台计短机 现在就用域名来访问 3w.abc.tom 东西 是这个 再写上 好 也能访问 再写上 都 走 百度 用 用 不同的域名 可以 访问我这个 服务器上的 不同的网站 现在 我们在一台服务器上 放了十家公司的网站 都是这么实现 大家都使用默认 专口 都挺开心 一个地址 服务器也不用申请额外的地址 反正每一个网站都得有域名 那我就用域名来区分就得了 这是给大家讲的 一个服务器上多个网站 怎么来区分 最佳方法是用域名来区分 用域名 这个网站绑定的域名 但用IP地址就不能访问了 刷一下 F5 他说 这个有问题了 是吧 错误的请求 请不吝点赞